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秦岚的胸,辛直磊的嘴,热巴的腰花少舞中的超级亮点。 近期花与少年舞在芒果台掀起了一阵热潮,尽管节目的整体质量备受争议, 但三位女嘉宾的表现却让人过目难忘。 秦岚,辛直磊,迪丽热巴三位女神各自散发着迷人的中年魅力,让观众们对节目充满期待。 秦岚,电音朵拉的喜感魅力。秦岚,已经44岁,然而她的容颜和身材却散发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青春活力。 她一改传统中年妇女形象,以一刀切的短发造型展现出锁骨线条,凸显出中年女性的迷人之处。 在节目中,她以电音朵拉的形象成为一大笑点,展现出自带喜感的轻松个性。 她的笑容和风格化的穿搭让人感受到了中年女性独特的时尚与活力。 然而,秦岚的魅力不仅仅来自外表,更体现在她对待年龄的态度。 在与45岁的秦海璐相比,她的状态和气质没有显出任何岁月的沉淀。 这或许得益于她积极向上的心态,展现出了中年女性的积极、乐观、自信。 辛子蕾,独特五官的自然之美。 辛子蕾作为综艺中的颜值担当,以她独特的五官和淡定氛围感美丽引人注目。 她的五官组合在一起,看似普通,却因为独特的组合显得别具一格。 特别是她的嘴巴,微微外翻的后视嘴唇,为她增色不少。 辛子蕾在穿搭上主打《萨爽冷艳》的路线,展现出她对于自己独特风格的把握。 在节目中,辛子蕾的真实和自然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 在房间里松松垮垮的依靠在床上,和朋友聊天玩发呆,完全没有偶像包袱,展现了真实生活中的一面。 她的直爽性格,尤其是对于赵昭仪的幽默吐槽,更是令人捧腹。 迪丽热巴,美神的身姿与妖戏。 迪丽热巴,被誉为美神,以她的五官和完美身材成为焦点。 她的腰身纤细有力,为她增添了令人艳羡的气质。 在节目中,她虽然以较为保守的形象是人,但她的美依然难以掩盖。 穿搭方面,无论是红毯礼服还是休闲打扮,她都能展现出令人惊艳的身姿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迪丽热巴身高,168厘米,但因为她纤细的身材和优越的身形比例,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高调且纤细。 在《花与少年舞》中,她展现出了更为真实的一面,虽然身体略显松垮,但这也为她增添了一份可爱与亲和。 这三位女神在《花与少年舞》中各自展现出不同的中年女性魅力,让观众看到了中年女性的多样性。 中年并非是沉闷、无趣的代名词,而是一个更加自信、从容、甚至敢于挑战新风格的阶段。 她们的表现为中年女性注入了新的时尚活力,也让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年的定义。 总体而言,虽然《花与少年舞》在节目内容上有待提升,但这三位女嘉宾的独特魅力为节目增色不少。 她们的出彩表现不仅仅是对中年女性的一次积极展示,更是对时尚、自信、乐观的全新诠释。 期待她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展现出更多不同的魅力,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